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剧组为了营造整个选举的气氛和气势 号召许多人一同参演 可以说是整部作品当中工作人员最多的一场 只是拍摄的地点因为是保留下来的古迹 不能够在里面释放鞭炮 所以要呈现当年红丝条扫街败票的过程 应该怎么办呢 林博生导演灵机一动 使用烟雾的方式来拍摄 先把放鞭炮的部分移到别处施放 最后鞭炮的声响 后置加入戏剧当中 就成为观众所看到的内容了 这场算是人数最多的一次 是 跟我们工作人员一起 他们都一百人很壮大 很像的 那旋律这种东西 其实人多就好 拍起来 我们导演也蛮过瘾的 就人多 热闹 国右锦肪 不是 只有路锦中ison 这里有没有出阳 哇 stirode 这都自己 Dark 沒手 还 céu 靠个洞 先自给 你 你首先在装 这些都是新做的 他说这边还是用有剥皮 接到牌子 不要用 灶开otiает到处靠 我們是活動不緊 很多這種刀牌啊 都是現成做好的 然後以備不時之需 走到哪掛到哪裡 這樣整個街道氛圍就出來了 飛用放煙 放煙泡 放煙泡 兩邊有煙起來 放煙泡 動動腦沒煩惱 因為這裡是禁止放煙泡 那我們就用這個放煙 到時候事後配音效 也是一樣的效果 導演很有經驗 對啊 這個比那個好用啊 這個煙會很沉 用煙機反而不行 一陣風就沒了 它太輕了 走 走了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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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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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解釋一下 這邊是桃園歸山的現光二村 那因為它是保留了古蹟 所以它裡面不能有任何的煙跟火 所以我們的劇情要到處敗票 所以我們不能在裡面點這個鞭炮 但我們這個導演很厲害 就把這個鞭炮的部分拉到外面 村子外面去拍 那裡面呢 不能點鞭炮的話怎麼辦 就放煙 你知道嗎 我們用煙盆還有煙機來放煙 然後加上同學每個都很認真在這邊 拚命的拉票啊 動算動算 沒錯沒錯 就是這個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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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非常非常熱鬧 今天看紅衣療在建設這個館機園 光看這個價錢就知道我已經動算了 對不對 好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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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衣療這個故事來說 我們是從這個爸爸開始要投入選舉開始 那這個是整個故事的一個非常重投的開始 那麼當然你看台灣這個選舉 這個其實對所有的人來講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呈現這個狀況的時候 那就不能馬虎了 所以在這部分 我們會就會投入了比較多的一些 所謂的人力物力 那光是像造勢啦 像總統這些啦 那我們大概就是找了 找了大概將近一百個的這個臨時員來支援 然後動用了吉普車 甚至於那種宣傳車 所有這一些 這真的是大製作的今天 在台灣的戲劇已經很少看到 這樣近百位的同學 已經是也在出現在同一場戲了 說真的今天這個場面 其實來講蠻感動的 天氣這麼冷 在拍夏天的戲 我們要穿得比較單薄一點 謝謝 一清專案讓紅絲條選擇跑路避開風頭 在這個不得已的狀況下 兒子的大喜之日 自己卻無法參加 讓紅絲條感到悲痛 這一般的無奈 跑路避風頭的條哥 會用什麼方式和家人見面呢 透過幕後記事 一起來看看 天意非常好 這是老天爺故意安排的 這場戲本來就要有這種神秘的氣氛 相當好 想放煙都沒辦法放這樣 越有神秘感越好 你們有在動嗎 有啦 有啦 後面有開燈 怎麼沒有開燈 沒有 後面有開燈 等一下 停停停停 大紅哥 你的車子沒有開大燈啊 已經開了 而且還是開遠燈 對啊 因為你那個一燈的話 完全看不到 那個開遠燈還稍微看得到 有啦 有啦 還是有開遠燈 這個氣氛就是太美了 天氣這個天氣懵懵的 就是在幫助我來給釣狗 可以看到它的好戲 吵不 它的雷車可以跟它的旁邊來建議 這是很幸運的事情 金龍 金龍 太陽要出來了 為了看兒子一面 然後很多那種心中的感觸 身為一個議員 然後兒子大婚之日 他沒有辦法看到 沒有辦法參加 心中當然是有很多的百般感觸 那想說在鏡頭上 多給他一點空間 來 兩台車跟他們講一下 兩台車要玩 在現在那個怪車的位置 怪車的位置 往前開 五哥 就是以演員的角度看的話 那一場戲是難得一個 江湖上的大哥 他就是扮成一個 張希希希的農夫躲在田裡 是很有趣的 就有別於他平常的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 角色張神 他喜歡紅絲條的原因 因為他不只是單一個面向的人 他能文能武 然後也很風趣 然後也會想到要扮成農夫 其實很可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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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世界要統一來看我這裡 看看裡面喔 看看裡面 看看裡面有人在嗎 看人家有走回來嗎 要有行事警察的味道 要有變異的感覺 對 看看裡面有沒有人在 張瀋跟紅絲條一起逃亡 然後他們一直沒有辦法回家 回家就會冒著生命危險 這個男主角的個性 他從小在這個環境長大 所以說浪蕩交往 就像女生呢 嫁錯了 男生呢 入口 那在那個時期呢 蔣經國時期呢 特別下令要肅清 所以說他沒有辦法 他就跑路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因為 環境造成身分的問題 所以說肆病一定政府要抓好 這個條哥呢 在跑路當中呢 中間他因為失戀家人 太久沒有跟家裡 然後尤其你知道 條哥他的身性就是 他很孝順母親 那很孝順母親呢 為了解開這個心結之事 為了一定要看到母親 然後給母親報平安 讓母親安心 他是一個孝子 所以說他就偷偷地 請朋友幫忙 就回家跟這個親人 回家裡跟媽媽親 爸爸 媽媽 媽 媽 乖 我親情電話中 不是跟你說過 今天不要冒險回來 你怎麼都沒聽我的話 然後私條見到媽媽就說 對不起讓他擔心 我們知道那種 在逃亡期間啊 家人跟我們完全無法 互相聯絡的心情 那時候都只能用猜測的 或者是只能聽說 可是真正見到面之後 我看到一個兒子 對母親的孝順 然後母親 也很心疼兒子 可是那時候做媳婦的我 你做女朋友 好像只能告訴媽媽說 我請她放心 有我在 我會盡我一切的努力 陪在她身邊 我現在就不好 害你也煩惱 天 聽她這麼說 更多的幕後花絮都在大愛會客室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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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